《泰國曼谷商場》 來過泰國曼谷購物的人士 都會知道泰國曼谷的百貨商場 又大又漂亮 有些仍然很有特色 但真真正正說到有型 可以說這一間真是超型 嘩 這個商場很帥 裝潮又這麼超 但為何來過曼谷這麼多次 都未來過呢 究竟是屬於S字頭 還是C字頭港版百貨公司旗下 兩間都不是 那一定屬於新的集團 其實都不新 這個集團在曼谷差不多有100年歷史 歷史悠久 但你見到現在的商場 好像冷清了少許沒有人 其實他們顧客對象挺另類 不是普通人 蛤 不是普通人 那什麼人是走的 型人 商場地下有一個小型的圖書館 給遊人免費攤頭看書 但書的種類大部份都是家居設計的 是不是有點奇怪呢 更加奇怪 圖書館裡已經有一些怪石給你坐 這些怪石還可以發光 但其實並非石,是膠 是膠燈 只不過製成石還可以拆開 用來把東西 7500匹有膠營 泰國製造 看到這裏聰明的你都應該知道 這裏商場其實是同設計有關 沖哥 在香港關於設計的店舖也不少 不過我覺得泰國製造商場也挺特別 因為我們在家居上的所有東西 每逢關於設計的店舖也一定會找到 沒錯 好像阿聰哥現在坐的這張梳化一樣 看上去也挺別致 是呀,真皮梳化,價錢是53000匹 哇,53000匹 還有這張椅子,好像有一點點 但如果一物易用又如何呢 怎樣易用呢 這張記事平時可以坐的梳化椅 但同時也是一個馬桶 現在我們置身這裏 就是一個全亞洲最先進的 浴室廁所3D影院 浴室廁所也有3D 那就是人們想選擇一些浴室廁所的組合 譬如說,Wallpaper是怎樣 刺盤是怎樣 又或者水龍是怎樣 可以選擇 按照鏡子,麻煩你 讓我試一下 好,接著我選擇 Wallpaper用這個,好嗎 那如果用這隻水龍頭 可以嗎 好,如果搭這個洗手盆 有不可以嗎 不可以嗎 換這種 好,換完之後呢 還有東西要換 就是換鏡子 哇,這個圓形的 又或者這個 有花花的 對,花花的鏡子 再加上這個洗手盆 還有一個完美的組合 看到這裡,自然會問 那誰會買一個洗手盆 和馬桶回家呢 其實這個商場地下 還有一個Designer Center 全部都是泰式設計 看看兩位美女 搞了些甚麼心頭好 我就在這裡找到一件又有趣 而且又實用的東西了 就是我手上這些紙的衣架 平時大家會去一些家品店 都是找到一些膠質的東西 這隻紙的衣架非常之實正 所以一定是掛得到衣服的 而且在上面還印有了很多不同的款式 看看有女生三領的款式 也有男士三領的款式 這樣看上去非常之別致 而且還可以提醒大家 記住環保嘛 泰國人的環保意識就越來越強了 所以越來越多泰國的Designer 就會用一些環保物料 去Design一些時尚產品出來的 就像這個一樣 是用車胎做的 又像這個袋一樣 它裡面全部都是循環再用的膠袋 是不是既時尚又環保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自己的生活比較單調和悶 不如帶點色彩或森林的小動物回家吧 這個就是一個兔子的膠紙座 以及在旁邊就是一個兔子的萬字夾架 但我要介紹的是最後這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個放紙巾架 但是其實它裡面是一隻小松鼠的 當你放紙巾進去的時候 小松鼠就會彈起了 但是當小松鼠不見了的時候 代表你是時候要review的紙巾了 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歡買泰國的香薰 不過用香薰真的有點麻煩 又要點蠟燭 又要點火蒸香油 不過現在泰國就有些新產品 就像這個假樹一樣 你滴兩滴香薰上去 就可以香了一個月 還有這些球狀的香囊 有洞洞的香包 甚至這些玫瑰狀 但是就可以diffuse香油出來的香薰座 泰國曼谷的酒吧多的事 講到自潮自營都可以說這一間 它厲害到人客超過55位 就不再讓人入場 裡面有什麼厲害呢 中哥 中哥 不是你帶路的話 真的不懂得來一間這麼有趣的酒吧 就這樣看門口也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對呀 看門口是不是有點怕 像不見得光的風月場所 甚至乎一些黑店 當然啦 這裡這麼黑黑黑的 對呀 不過你說它是酒吧 我就不想覺得 因為進來 看到周圍放了很多工具的東西 像是工場多於是酒吧 說得對呀 其實這裡除了是酒吧之外 日後就是工場 做的主要是一些公仔 不要小看這些公仔 這些公仔其實大有來頭 它正是這間店的老闆 筆下的一些卡通人物 這個老闆在澳洲寫小說寫漫畫 漫畫卡通裡面有一些卡通人物 就是這些公仔 與此同時 這間店的裝修背景 都有點像漫畫裡面的一些事情 好可愛呀 帶回去 不可以就這樣帶回去 要賣的 哦 那就給錢買 也不是就這樣給錢買 你付錢之後 它會很認真地給你一個神仙袋 神仙袋 它們自己製造的 裡面有些甚麼 裡面重要 首先有這個公仔的身份證 還有這個水印 賣給你聽來自這裡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公仔本身 然後 厲害了 各位觀眾 神仙粉一瓶 神仙粉用來做甚麼 就是灑在公仔身上 然後閉上眼祈禱 公仔就會會飛的 聲稱 哦 好啦 那我要了 多少錢呀 7807匹 好 讓我帶她回家 其實我們想要瓶粉 我自己在這裡飛回香港 兩位美女 你四位參觀一下 待會我再找你 這裡另外一個被動 就是這個位置 是甚麼地方呢 原來就是廁所 大家看看廁所裡面 哇 燈光啊 佈置 都十分有感覺 兼且有電視波 還有浴缸 啊 聰哥又說在樓上等的 不見人的 哇 這裡的環境也挺有趣的 你看 廁所這麼分別的 然後 附近還在播放黑白電影 還有一些魔鬼的公仔 哇 感覺很詭畢呀 對呀 咦 我認得這個櫃呀 哎呀 剛才老闆說 樓下的精靈一到晚上就會飛上來 這裡有他們的名字是他們的家 Woo 想起到驚 聰哥呢 聰哥在哪裡 聰哥 靚女 喂 她也有聲音了 你在哪裡 我在這裡 哪裡啊 你在這裡 喂 喂 喂 夠了神秘了吧 來吧 快進來吧 吃東西吃東西 怎樣啊 美女們 這裡夠不夠感覺 真的很流感覺 我覺得這裡很特別 簡直是配合外面的環境 而且裡面的裝飾 都是跟外面一樣的 對呀 而且它在書架裡面有道門 真的很神秘 對呀 絕對可以閉門造居 所以我相信 剛才老闆一定關門在這裡 寫作 創作一些卡通公仔 這次我們來到就不是閉門造居 是閉門吃包 嘗嘗這個星 即是全馬谷最大的漢堡包 嘩 這麼大的漢堡包 其實250匹我覺得挺划算 在香港也吃到這麼大的漢堡包 嘩 它真的很大 比一把刀還要長 不過我真的沒有這麼大的口 讓我試一下漢堡扒 我覺得漢堡包最重要 就是裡面的牛肉漢堡夠juicy 這個包絕對做到 而且我覺得它的漢堡扒 應該是用炭燒的 因為這塊扒上下焦了的地方 都有一股淡香味 滿分 下星期和大家吃勻 全泰國有清邁泰國餐 還有唐人街餐 而且又失傳了一百年的太古餐 還有布吉島的南部餐 只不過以上所說的 全部都在曼谷吃 密切留意下星期的 泰國新衝動